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差別就是我們的Logo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差別就是原廠的Logo這邊是會亮起來的 這個PowerA這個Logo是不會亮起來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差別就是原廠的Logo它是會有LED亮起來的 微微的亮起來 還有一個小小的差別就是原廠的Logo是會亮起來的 它這個PowerA就是一個貼紙的概念它就是不會亮起來的 所以原廠的震動就真的稍微弱了一點點 它比較鬆散然後比較不扎實 所以我還是自己比較偏好是喜歡PowerA的這種震動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原廠搖桿 我們現在用這個原廠搖桿它的震動呢就比較鬆散 比較弱然後比較頻率比較高 所以它會感覺好像快要解體的感覺 那PowerA呢這個部分就做了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好 震動強度又更強 然後它的扎實程度又更好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PowerA這邊的震動馬達 在哪裡 眼部的震動 然後變得更多 我們下山的震動 anne和震動� capabilities 再想也進去 重點震動 就是直接放在下的震動 但是要做改動的小動態 所以我做了你的震動 尤其是震動 各位能靠音 。